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衛生防護中心今天下午表示 香港新增11宗確診個案 包括2宗輸入性病例和9宗本地個案 有6宗本地個案屬於源頭分明 而政府昨天表示 港區國安法第9條和第10條都要求港府 在學校、社會團體和傳媒等的渠道宣傳國家安全工作 指大學習無旁財 政府說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將會與各大校長會面 了解大學將會如何落實港區國安法的要求 提到唐約大學無能力落實 執法機關就會處理相關事宜 而有執業大律師認為 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後 港大連儂牆上的反修例宣傳品 已經屬於違禁品 而港府讓教育局先和校方初商已經是仁慈 實際上執法部門可以到院校搜證 有證據就可以立即對相關人士作出拘捕 今天說政府已經是給了機會 而州域大律師也認為 政府應該密切監察校方有沒有張貼反修例宣傳品 避免民間商店、食市等 覺得港區國安法毫無震懾力而繼續有樣學樣 其實這一則的新聞 整體上我自己覺得是失望 現在還在說給那些大學機會 去做好它 即是如果你說港區國安法一開始 真是出台了 頭幾天有些人會說 大家看清楚路上會不會有某些貼紙 有某些字眼、某些貼紙 在那個時候算不算是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警察是不是沒有執法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 其實是政治決定上是不執法的 那時候 即是要他們清除了它 但是呢 現在 即是你說 這個才是重點所在 這些還要給他機會 什麼 即是有一個人走進來 拿把刀捅在你的心臟裡 你跟我說 我們先談談 嘩 即是我怎麼對政府不失望呢 下一則消息 前特首梁振先生發文說到 在香港主要行業的從業員名單 都是向社會公開的 例如地產代理、旅行代理、導遊等等 偏偏就是註冊教師的名單不公開 教協會員的名單也不公開 現在教育界出大事了 至今已經有1700名18歲以下的青少年人 在反修例風波當中被拘捕 但被譴責的、被警告的、被除牌的教師的名單 仍然不公開 要勞煩家長打聽、起底、口耳相傳 香港變成荒蠻世界 我說教協是陀地 教協說我將教協說成是黑社會 教協專為被執法行規的會員出頭 而會員名單又不公開 不像黑社會嗎 教協堅持警察大政執勤 那教師呢? 空前掛個號碼總可以吧 而九龍堂的孫道小學 昨天發了一份聲明 指該校借辦學傳福音為使命 並且盡力確保校園保持政治中立 而梁振先生評論說到 在某些問題上 學校是沒有政治中立的餘地的 例如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這個問題上 學校不單止要禁止教師宣揚廣獨思想 更加要積極明確地去反對 一如教會的學校是不容許教師宣揚無神論和反基督思想一樣 是沒有中立的餘地的 而之後還說到 教協的副會長葉建元 今天又重複表示 教協呢 將協助這一名被除牌的教師上訴 也都可能在幾天之內提出 如果經上訴委員會及特首處理的上訴程序都不成功 就會尋求司法覆核 今天梁振先生評論說到 我以為想顛汰節目就會有重大的動作 原來又是起到嗜做 會員所交的會費 除了購物有優惠之外 真是白交了 下一則消息 香港自去年反政府動亂開始之後 很多的黑暴打算移民去台灣 沒想到卻成為了詐騙集團眼中的肥羊 已經有多名的黑暴因為想移民去台灣 卻慘遭台籍的人士騙財騙色 最終只能夠黯然反港 台灣媒體的報導 一般的香港民眾想入籍台灣 不外乎透過通婚、投資等方式 因此出現不少的外情騙子 利用香港人想和台灣人結婚等的心態 進行詐騙 一名的香港男子 而阿正原本就以為去到台灣之後 能夠和心愛的女子結婚 一起在台灣過下半世 沒想到卻被握了存款 還揹上大耳孔 另一名的港女Dorris 同樣也是想以結婚一元移民台灣的夢想 卻遭台灣男子騙財騙色 事後報警才發現這一名台灣男子 根本是已婚的 兩人最終只能夠無奈反港 大家看到這一則新聞顯示出 這些年輕人黑暴 真是入世未深之語 因為想移民去台灣而被人騙乾騙正 女的就騙財騙色 男的騙財再騙財 即是財家大耳孔 真是屬油都賣乾賣正 那 我真是不要聽說 他們猜是被人騙了 我真是很想問 你們現在感受到台灣的民主自由氣息沒有? 問問 開不開心? 興不興奮? 好不好味? 在下則的消息 美國白宮的新冠肺炎群組持續擴大 自上個月的26號至今 至少已經有十幾名白宮官員 和訪客確診 那美國醫生福奇 就在當地時間 星期二 就說到白宮的疫情 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又說到說 發生起白宮的實際情況 證明了新冠肺炎疫情 絕非騙國家 即是這一則的新聞 其實真的很替福奇感到悲哀 即是 怎會一個最先進的國家 國保級的醫生 作用不是怎樣研究 什麼動作行為 或者什麼藥物去對抗這個病毒 對他來說 現在最實際的 竟然是跟他的國民說 大家 信一下科學 這個是真的 這不是騙你們的 不是世紀大變局 不是世紀大變局 是真的有這個病毒 嘩 真是淒涼 真是不要聽說 這一部分 中國當日 趕不及是官方發布消息 各大信息媒體 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 即日就進入了大家 不可以走出街 戴口罩的動作 但是 整年 美國搞到今天 還要處於這個階段 相信這個病毒 原來是要存在的 真是 這裡 插播多個小消息 就是 紐約某一些 由什麼人 的群體 當街焚燒口罩 理由就是 抗議 民主帝國當局 在疫情期間 關閉那些 不知由什麼教的教堂 噢 就是任務局 好了 去到影片最後部分 和大家看一下觀眾留言 之前我的一些影片 就說起 這個政府有想著 考慮這個明日大遇 可不可以做公私營合作等等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有觀眾 或者有一類的觀眾 大概意思 就說到說 嘩 又想將公營物業 免地價這樣 送給地產霸權去開發 不可以這樣的 一定要用公帑去做 用公帑呢 就是政府管理物業 為了不出公帑 而找私人開發 就一輩子都管不了 我自己覺得 這件事其實 是不成立的 我正如之前所說 請將明日大遇 很簡單地 分成兩大部分 一是公營房屋 二是私營房屋 那麼 政府如果想 省這個 是不是開發土地 即填海的過程 那麼這個過程 其實如果私人發展商去做的話 那私人發展商某程度上 就等於他們給了錢 那麼這個地價 其實一開始 就已經撥了某一部分給他 而已 所以不存在說 免地價送給地產霸權 沒有的 他們一開始是給了的 如果在大概這個想法上 然後政府應該會有自己的公營房屋 那麼自己公營房屋 想自己怎樣做 就是政府自己去衡量 到時那個公營房屋 會不會給私人發展商管理 就是另一件事 但是其實絕大部分香港的公營房屋 不是私人發展商管理的 就是政府那些管理的 以我的理解 應該是這樣 所以是應該分開的 不存在說 免地價送給私人發展商 這個說法 好了 之後 在下一位的觀眾 他就說到 Simon你好 香港人真是被這一班 為人師表害得透的 記得在2019年的一個畫面 一間的校園裡面的學生 站滿了在該校多層的班房走廊 面向操場 大唱港獨歌 那種的震撼感覺 印象實在深刻 當時我在想 為什麼那些學生可以這麼大膽 原來是被人家教到這樣 極有可能是鼓吹他們 試問香港接下來會怎樣呢 校園竟然變成蟑螂鬥 應該正常的香港人 都不希望見到的 這樣 教學生實在太離譜了 歪曲事實 Simon 所說 白粉很好吃的 你用心吸吧 真是實在太顛倒 真是要開始清理這些教育敗類 不要讓他再危害下一代 另外 多謝你較早前分享的米糕 多清香 不太甜 等等 首先多謝這位觀眾的分享 這一則的留言 其實是要額外 跟各位現在看的觀眾說回 我看到這一則的留言 並不是在留言區 他是額外再發電郵 他又告訴我 為什麼那些留言是被人消除了 等等 我亦都去後台那裏 作為頻道主 我們是可以用關鍵字眼 找回相應的留言出來的 直接說一句 普通的留言區已經找不到 然後呢 一些我們控制不到的地區 叫垃圾桶 我簡稱為垃圾留言 都找不到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 平台民主自由了你 二 就是我剷除了你的留言 那大家覺得 我會不會剷除一條這樣的留言 那就不用問了 那只剩下一個結果 那只剩下一個結果 那一個結果是哪個結果 就是大家自己想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我老實說一句 因為 我們生活在這個民主自由的平台裡面 是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光輝 只能夠這樣說 所以 大家有時候的留言 我猜 某些昆蟲鬥 某些白色的粉末 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都會用我的手段去回避 那大家都要 用你們的一些手段去回避 你們留得太清楚 可能都會 被人民主自由了 那 但是我是沒有辦法 對 所以 只能夠提醒大家了 好啦 那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 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請訂閱 請到你在今晚 就請看 按ista 按鈴 訂閱 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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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